哈喽 欢迎观众朋友跟我一起加入今天的国际plus谈全球 我是主持人谭一伦 好 节目一开始我们要先来介绍 今天跟我们对谈的国际新闻记者黄真怡 真怡好 一伦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那刚开始我还是要来问真一个问题 就是讲到长生不老或是返老还童 你会想到什么东西啊 我会想到这几年蛮流行的医美 因为医美就是不断就可以让你回春啊 变年轻这样子 确实如果医美在2000年前这个秦始皇时代有的话 或许他就不用派人出去找这个长生不老药了 那在2000年后的现在 其实很多人也很希望能够返老还童 今天我们要带大家讨论一下 有什么样的技术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那当然现在疫情慢慢趋缓之后 全球很多都在抢人才 抢什么人才 什么国家在抢呢 今天真怡也会带大家来进行深入的分析了解 那好 一开始我们要先用Google圈来看看 各地网友都在热搜什么话题 我们第一个先看到的是美国 好 美国呢 这边关心的是这个马斯克的女儿 但是马斯克这个女儿 她其实以前是儿子 她是自己去申请更改性别 也更改她的整个名字都改了就对了 那为什么会突然都改 她这个是在其实在今年4月的时候 她就做了这件事情 因为她那时候刚满18岁 那她原本的名字叫做 萨维尔亚利山卓马斯克 那她申请改名后的这个新名字呢 叫做维维安珍纳威尔森 完全你知道 对 就是你会光看 这感觉是没有任何关系 她是从母性了是不是 对 她把她的姓改成 是跟妈妈一样姓就是Wilson 然后就是她的名字 也都换成很女生的名字 那当然是因为她 她的性别认同是 她觉得是她比较是女生的 所以她满成年以后呢 她就跟加州政府这边申请说 我要改变性别 我要成为跨性别者 那这个她不要再当马斯克的 这个小孩 小孩 对 不管是儿子还是女儿 不要再跟马斯克有任何关系 这一点就是 大家都在猜测啦 是不是说她老爸的一些 对跨性别者的这个言论 可能是不是有惹怒到她 其实马斯克她在 这个2020年的时候 她有说她在推特说 她绝对支持所谓的跨性别者 但是呢 在这个今年5月的时候呢 马斯克她说 她宣布她支持共和党的一个 胜选的众议员 她这个众议员 她立的法案就是说 要限制全美各州 跨性别者的权力 所以有可能是不满爸爸 就是她爸爸的这个想法 也许她本来就 她就有所耳闻啦 所以当她这个 因为她宣布说支持 这个众议员的这个消息 是在她的儿子去申请 改变名字跟改变性别之后 所以不知道她是不是受到了儿子的刺激 但可以确定是她们家庭关系有点紧张吗 对因为马斯克其实她 她有八个小孩 然后有一个是腰折过世 所以目前就是七个 我看网络上面蛮多的讨论啊 就想说 哎呀真的是太傻了 怎么会 就是有个父爸爸 然后居然你现在说 你要跟他就是切断关系 然后还有人开玩笑说 马爸爸我来了 就是你不要 你这个儿子不要当他的小孩 没有关系 那我来当这样子 可见说 马斯克可能欣慰有些争议 但是他的这个口袋真的很深啊 所以很多网友还是开玩笑说 很想当他的小孩这样 好美国看完我们来看英国 英国也是一个人名 他是Tom Mann 他怎么了呢 其实哦 他是美国选秀节目 X Factor出身的歌手 但是哦 他原本是要跟他的未婚妻 未婚妻叫做丹尼尔 在上礼拜六的时候要不努力他 结果后来他在IG上面 发了一则文 他说他的未婚妻 在上周六的早上逝世了 所以原本要步入以堂的那一天 结果他的未婚妻离开人世 然后他非常伤心 然后他说他哭成泪海 然后没有办法走上红毯 然后他说他对他是无条件的爱 但是他没有透露他的死因 其实我后来有上网找 还是没有多讲到这部分 那他们两个其实有一个宝宝 就是去年出生的 所以这让人家就觉得很感伤耶 对 而且才是好像不到一岁吧 对 所以现在状况就是 还是不断很多人在询问 那也很多人给他鼓励 只是也很好奇说 为什么他的这个未婚妻会突然逝世 那可能要等他自己揭露才会比较理解 好 这个喜事变丧事的这个新闻 蛮受到英国网友关注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日本 跟这个生活消费比较有关的讯息 他们最近在流行一个东西叫做手机背带 所以这是手机背带 对 就是因为我们毕竟很久没有去日本了 不太晓得说日本比如说这个元素啊 或是竹下通或是涉骨等等 大家现在穿着是怎么样 对 现在流行什么 然后我看了一下这个新闻报道 的确这样镜头拍过去 很多的男男女女 他们身上的手机 是用像皮包或这样一个链子挂着 然后放在边边这样 那这个日本的媒体呢 就是去问这些店家就说 怎么会突然有这个流行 对 流行起来 然后店家也觉得蛮奇特的 因为他们本来呢 就是卖这个手机链 也不是说就是新的东西 那是突然最近就是爆红 一个月大概可以卖出三万条 那很多耶 对 这种链子 那这个链子其实没有很贵 大概日币七百块左右 台币一百多块 那你除了买这个链子以外 你还要搭配就是那个手机的壳嘛 要跟那个链子可以扣在一起 然后或者是有些比较fancy的女生 她可能会觉得说 那我还要配个小包包 把这个手机以前啦 以前好像也有流行过手机 要放在一个什么套子里面 对 现在这个流行好像有点 回来了 对 复古都回来了 因为我记得台湾以前 我们好像也会把它挂在前面嘛 然后就直接拿起来用 感觉他们就是突然变鞋背的 但也是拿起来用 好像差不多哦 对 他们的就是这些 有在用这个手机背带的使用者 他是跟 他是表示说 他觉得这样子的话 比较不会 比如说有些人会 手机放在口袋里面 那口袋的话 其实你手机 如果是 因为手机现在越做越大 你放在口袋可能 那个口袋的衣服会被 这个材质 对 材质会被撑坏了 所以他觉得挂着还蛮好用的 然后加上你可能手上有时候 可能还要拿饮料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妈妈就是妈妈如果有小孩的妈妈 他这样子挂在身上也觉得比较方便啊 不会忙手忙脚的 所以说最近 日本好像这个手机背带变成蛮 变成一个流行的配件了 所以因此登上了这个热搜 好 代表很多人在热搜这个东西 好 日本看完我们来看韩国 韩国出现的这个叫做游泳 就跟一个竞赛有关啦 他是这个游泳市竞赛 他们最近是在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举行 那为什么韩国会出现游泳这两个字呢 就是因为他们游泳 竞赛得到很好的成绩 他叫做黄轩忧 那有人翻成是黄善宇 他19岁而已哦 他这次拿下的是第二名的这个 这个很好的奖牌 那大家很关注原因是因为 他时隔了11年 这个韩国在这个游泳市井上面 再得到了这个游泳的奖牌 所以很多人当然觉得很欢欣鼓舞啊 像我们看这个戴姿营跟这个小林 就这个打足球 只要赢球会觉得哇 对就会全 全国人就很很心很欣喜嘛 很喜欢是 那当然第一名就是罗马尼亚的波波维奇 那我有再去查一下 这个我们台湾的蝶王王冠宏 他这次也有去这个游泳的市井赛 那他也是我们第一个有进到游泳准决赛的人 不过他的名字没有这么前面啦 但确实在这一场赛事上面可以看到 蛮多国家人都来参与 那当然也不少人都得到好成绩 而且这个黄宣优我觉得超强 因为他在2020东京奥运的时候 他其实那时候已经打破自己的一个记录了 然后他在这一次的这个200公尺自由式的这个比赛中 又再打破记录 对 又再刷新记录 虽然很可惜没有得到第一名 但是我觉得这个年轻真的是潜力无限 而且跟自己比嘛 对他不断在突破自己 好 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香港 香港这个关心的是中电 中电就是这个全名叫做中华电力公司 那这个中电他就是最近发布了一个这个盈利的警讯 就是说他旗下的这个澳洲的这个能源公司 他能源公司的表现好像不是很好 这个长期合约的公平价值出现大幅的不利的变动 那所以说预计啊 光是这个今年的前五个月税后 他的亏损就高达72亿港币 所以说如果说集团的同期的综合营运来看的话呢 是亏损了37亿 蛮多的 这个消息一出就是让这个港股是大跌 那有些这个投资机构 他也去改变了对他的这个评比 像这个摩根大通 他就说他本来这个是把这个中电他评为是增持的这个评比哦 把它降为中性 所以说目前中电的这个股价 投资人蛮关心啊 觉得好像一直在往下 很怕怕嘛 就会比较关注 没错 好香港看完我们来看台湾国内讨论什么 哎居然叫糖豆人 最近有玩过这个游戏吗 老实说我真的没有 但后来发现他非常的红 对其实我也没有玩过 但真的很红耶 嗯 其实他就是这个2020年8月哦 PS4跟这个PC平台推出的这个糖豆人终极淘汰赛 不过他最新哦有发展 他可以跨平台的来玩 而且他这个一连上去哦 最多可以有60个人一起来玩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很常就是可以直接上 然后跟大家连连连连连连 组队啊 你也不需要说好像特定的平台 你不管在PS4或PC版本上面都可以来一起玩乐 那现在大家就 我看一下最新的状况还说 因为本来是要付费垄断嘛 他现在开放免费平台给大家玩 有人说他上去之后发现 两年前的东西都不见了 所以现在还要再做一些解密结嘛 所以确实在网上讨论度很高耶 很多玩家就是 而且像刚刚一文讲到 因为他本来是要钱的 然后开放成免费下载 哇会吸引更多的玩家加入 对啊这样害我好奇要不要去玩一下这个糖豆人 有玩糖豆人的网友也可以跟我们讨论一下 到底是什么样子竞争的状态 让大家那么喜欢 嗯好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新加坡 新加坡还是很关心这个珍宝海鲜房这个船 我也很关心 对因为他实在有太多故事 对他沉默在这个南海这边 那很多人就是网友就会质疑说 是不是有阴谋论 那他甚至举出了他之前有一艘这个姐妹船 叫做海角皇宫 那时候呢是从香港 然后要运到菲律宾 但是那个时候运过去的时候呢 是用一种船叫做半潜船 半潜船有点像是他的这个是凹下去的 凹下去的船 然后呢他可以让这个船 要运载的船只呢 是进到那个凹槽 然后他把它载走 是比较安全的方式 那可是问题是珍宝海鲜房 他这艘船呢 当初要离开香港的时候 他就只有两艘拖船 就把它载走了 所以就是有 我看到蛮多这个网友是说 你这样子就很像 他打一个比方啊 就说假设你有个90岁的阿公好了 他已经在医院 已经不省人事 不太状况不太好 但是医院叫他要转院 你转院的时候 照理来讲 他这么状况不好 是不是应该要叫救护车来 载他去别的医院 结果你叫他说 那你自己走路过去好了 就跟这个 有点类似 对跟这个感觉 我觉得比喻的蛮生动的 就是说他的状况 是其实是需要一个比较保 用比较用好一点的方式去保护他 但是 所以其实有不少网友也在讨论说 是不是因为他就是花了太多钱 所以干脆就让他直接沉在 就是男孩里头 对这是一部分 就觉得说 就不要再修复他了 刻意的故意让他沉默 这是有一派网友的说法 那我看石森导演也有回忆吗 就觉得蛮感伤的 对毕竟这个是很多看 就是香港电影的 这个影迷们这个回忆啦 因为太多的港片在这边拍摄 他突然就是这样子没了 蛮多的影迷会觉得蛮难过的 好那这个传媒了 但是大家对于人才却是求财若渴 怎么回事呢 对我们先这个把镜头拉回到台湾 这个最近我们讲到说 这个海运蛮夯的 所以说台湾的这个航运业 也就是积极的在找人才 那甚至说他们是已经 就是到校园去布局 有些这个学生呢 他还没有毕业 就已经有工作找上门来了 我们来看这些报道 直线前进 左脚实度 什么时候要转 方向要转几度 都得要清楚掌握 开船操作没这么简单 看不出来这位掌舵者 还只是学生 我们刚刚呢 从士林现在已经开到关渡了 这个整个船真的是运行的非常稳 卢同学技术非常的好 他今年呢才20岁大二 但是呢他已经确定 被扬名选才给选走了 另外两位同学呢 也都还没有大学毕业 但是呢一个确定 被长荣选才选走 另外一个呢则是中刚 现在整个航运抢才抢的 有多夸张 是已经超乎你我的想象 不管是实际开船出海 还是用模拟舱练习不同海上状况 学生累积到一定的经验实力 就算大学还没毕业 只要愿意签约 就能领公司补助 大四实习生 每月更有四万五的薪水 求财若渴的 那这个渴到底渴到什么程度 第一个就是航运公司 对现役的船员 除了原本优外的薪资之外 他额外又给了很多的高额奖金 比如说防疫奖金等等 希望可以留人留心 那第二个方面就是航运公司 他们已经把目标锁定在 在学学生的身上 比如说长龙海运 他给一个在学的学生 一个月一万五千元的补助 一年十八万 那第三方面呢 航运公司为了抢人 也成立了专班制 什么叫专班制 就是他包班 我们不再是年薪百万了 你可能可以年薪两百万了 一个大学毕业生 疫情加持下 薪水不止三级跳 翻开航运界薪资排名 以长龙年薪三百六十点六万最多 调整幅度高达百分之一百二十点七 扬名海运也突破三百万 涨幅同样很惊人 前四名的薪资 通通比年薪平均 两百四十六点三万元的 护国神山台积电还要高 至于其他上榜的前十名 也都是超过百万 许多已经出社会好一阵子的人士 也看准高薪冒着中年转职的风险 转战航运业 我原本是厨师 然后今年四十九岁 然后但是因为刚好疫情的关系 那自己开的餐厅就结束了 对所以就刚好 恭逢其胜 那个海运的盛事 所以我们就来当航海王 我今年三十九岁 那我原本是一个雕塑艺术家 差异非常大 现实考量还是以第一优先 对对对 那未来的话再慢慢的做安排 总是先有资源 才有办法做事情 航运薪资亦飞冲天 但若以整体上市产业来说 仍是半导体业占了上风 年薪611.9万的瑞鼎 拿下薪资冠军 年增百分之一百五十三点四 紧接着包含联勇联发科 年薪都超过五百万 前六名都是半导体业 上市公司呢 前十名里面 有八名都是半导体产业 不过这其中有比较特别的 就是一个是食品业 然后一个是海运业 那尤其是海运业 我们要来关注到 像是长中海运呢 在去年发放了四十个月的年中 可以说是非常的吸引人 一窥薪资金字塔顶端 心痒痒 只是想捧金半碗 也得付出相对的辛劳 与时间成本 可不是人人都能承担 节约新闻 陈倩明 陈文岳台北采访报道 看完也蛮想当航海王的 而且想想自己大学 是不是读错系了 这个人才 人算不如天算 对啊 人才而且薪水蛮高的 而且这个确实在台湾啦 这个有一波这样子的人才的 这个求财若渴的状况 但其实不是台湾哦 全球都面临了人才荒 只是在不同的行业 对不对对我们先来从日本开始看好 日本他们其实很缺两种专业人才 一个是数位科技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护理的专业啦 因为毕竟日本就是人口慢慢减少 那又是高龄化 所以就会面临这个缺工的问题 那他们呢目前来讲是估2025年哦 65岁以上的人口会达到3000多万 那这个缺乏的人口要去哪里 缺乏这个劳动力要去哪里补足呢 他们就是有跟这个签科技 有这个5万科技海外专才工作机会啦 从别的国家抢就对了 对那他还有跟尼泊尔签合作备忘录 这个尼泊尔这比较特别一点啊 他是专门跟他有签跟要护理的人员要从尼泊尔这边来 那这边有举了一个例子哦 一个如果是你在尼泊尔呢 接受了到这个护理培训完以后 你到日本工作 他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人呢起薪的话 大概有日币大概18万 大概快要4万台币 那每年还有两次的奖金 大概有14万台币左右 这是如果说你是在尼泊尔培训过后到日本的话 你可能可以拿到的薪资 那这个我刚刚讲到说 因为日本非常非常的缺护理人员嘛 他们预估了到2028年的时候 会需要70万的护理人员非常非常的多 那这个其实这个抢人才的 为什么会出现缺人的这个原因 主要就是跟三个原因有关 一个是人员流动的模式转变 主要就是新冠疫情所导致 还有一个是大辞职潮 有些人会选择说在疫情期间 那干脆我提到退休好了 就是会导致这个空窗期 劳动力的空窗 那还有一个是经济复长 就是说现在疫情后 慢慢 对要有要有这个劳动力区 我这些工作职缺 我又开放了 那这个会导致说我缺工的情形 所以主要是这三个 那我们来看一下德国 德国的话呢 他在德国的这个经济研究所 他是预估说在15年内呢 他会减少500万的劳动人口 这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他们是想说 一年大概需要有40万的新移民 我们知道其实德国 他的这个职能教育系统 相照其他国家来讲 蛮好的 对他是很健全的 但是他现在也面临到缺人手的一个 这个困境 那他其实有一个蛮特别的 就是学徒的培训教育 最近这个学徒的培训教育 人数有一点点低 主要就是因为说 德国蛮多的年轻人 他现在是选择说 那我想要去念大学 我不想要去参加这个学徒的培训制 导致说这个劳动力的人口 开始往下降 那要往下降的话 德国政府开始想办法 他现在想了两个办法 第一个叫做新移民法 就是我让移民的法规 可以比较 松绑一点 对我让更多的外来人口 能够来我这边工作 接下来他们把一个 他们不是有这个 有庇护很多的难民吗 180万难民 他们把这个想法想说 希望他们也能够来让 来补充德国的劳动力 所以等于积职教育放在难民身上 让他直接变成他们的劳动人口 对那主要的话 就是他们其实有提供 这样这种职能培训中心 就是让这些难民 其实可以去上课 那你培训完以后 就是你可以做 比如说美法 电工 木匠 汉工 或者是冷气空调 这些修理的人员都可以 那你要上这个语言的课程 或者是你的培训费用 还有你在住在这边的话 上课等等这些全部的费用 政府都会负担 我是觉得德国这方面做的还蛮完善的 因为他就想说我劳动力不足的话 可能我的因为他可能跟日本面临的类似的问题 就是人口老化 那我要如何去好好的运用 原本就我有的资源的话 他就先拨了这笔预算过去 那像是欧洲国家 比利时 芬兰 希腊等等 是不是也有不同的 这个放宽移民的状况呢 对 这个比利时 芬兰 希腊 他们其实是针对这些海外学生 他们就是有 针对这些外国人 然后他是放宽了他们工作的权利跟机会 纽西兰的话呢 他是无限期延长他们的临时工作签证 所以你如果这状况是OK的话 他就你可以一直延一直延 打工换宿之类的 对 就都没有关系 那还有一种这个职业比较特别 叫做数位游牧 这个数位游牧就是说 因为这其实算是疫情下产出的这个产物 就是说很多这个人 他其实只需要电脑跟网络 我就可以上班了 那在哪里上班无所谓 这种人就叫数位游牧 那有些国家他也针对这一类的人才 因为这一类通常就是跟IT比较相关 城市啊 写城市等等 这一类的IT人士 那有些国家他就寄出了说 那我也想吸引这类的人才来到我国家 像是加勒比海这个巴贝多 还有克罗埃西亚 阿联酋 还有这等等三十多国 他会吸引这个技术专才计划 像是这个巴贝多 他就是有弄了一个 这个 你只要是你是数位游牧者 然后呢你的年薪有五万美元以上 那我就会你就可以来申请签证 就是条 门槛非常的低 就是变得对海外的移民 或是要来工作的人很有善 对 美国也是吗 对美国也是哦 因为美国的话 这个二战婴儿潮的这批劳动力 他大部分都已经退休了 所以有蛮多的职缺空下来 那因此呢 美国商会就呼吁说 要改革这个移民制度 他希望美国政府呢 能够发更多的工作签证 跟绿卡 给这些条件不错的 这个海外人士 能够来美国工作 那也有这个移民的 这个政策专家说 其实哦 现在各国都在打一个叫做 争夺年轻人才的战争啦 因为现在各国都认真在应对说 要如何平衡人口结构 要怎么样去应对 劳动力短缺这一件事情 可是我觉得他会要年轻人 还有一个 是因为年轻人的创意蛮多的 尤其像是以色列这个国家 就是要用创新 来营造他们的国家竞争力 没错 以色列这很特别耶 对 因为以色列 它的这个天然资源不是很多 所以说 它会遇到蛮多的困境 像我们举的这个例子 是水资源嘛 因为它平常就是 已经有三分之二是沙漠了 对 然后都要靠北方的这个国家 但对他们都很仇视 对 那要怎么样去好好运用 这个它附近可以用的水源呢 所以他们这个海水淡化技术 就是算领先全球啦 技术非常的厉害 那还有这个污水处理方面喔 它就是会把污水处理过后 再拿去灌溉植物 这也是蛮厉害的 还有一个叫做滴水灌溉 滴水灌溉就是说 我会精准的算说 我每一株植物需要多少水量 就是用一些科技的方式 能够让这个我所身手边能够获得水资源 做到最大的这个效益 那还有一个地方是他们这个能源 虽然是靠进口 但是他们就发现说 因为他们日照很长嘛 所以他们从50年代就开始发展这个太阳能 比别的国家都很先进喔 对那他们其实不只在这个人 这个科技上面运用的很厉害 他们其实有设立着一个叫做 有一个创新局啦 那这个它其实叫做1965年 它就叫做首席科学家办公室 那后来改名 那这个创新局其实就是算 政府办一个火车头的角色 我去鼓励这个新创公司 把你的想法变成这个实际的产品 或者是城市等等 我用资金或者是其他政策来鼓励你 那还有一点比较特别的是呢 军队 因为以色列每一个人都要去从军 不管你是男生 男生三年女生两年嘛 对那其实军队就是一个 这个人际联络网 一个很大的这个资料库啦 就是因为大家都去那边当过兵 那你的 这个人好不好用 对这个人擅长什么 对好不好用等等 我一通电话打去军队问就知道了 所以他们也很擅长 就是把这个军队的人际连结 变成他们的一个真材利器啦 好那确实现在在台湾有一些集团 给了蛮多利多的 我看到这个默克集团 哎呦抢人才还蛮厉害的喔 对他们这个 因为默克集团它是蛮蛮多元的一个 它有做 它有医疗保健 生命科学又有电子科技 对不同的产业不同领域 那他们就是最 呃四月的时候他就推出了这个三种上班的方式啦 一个叫做远距工作 哪个弹心工作一个部分工时 就是要来想说啊不要我希望我的员工 不要因为说公司离我好远喔 我就我就去别的公司我去别的地方上班好了 希望减少因交通因素而放弃的员工 那他们讲说未来三到五年呢 会在台招募大概超过四百人 今年的话应该会招募一百人 因为大概电子的材料产业是在台扩建 那他也是首次在台湾是招募毕业生 而且呢他们有一个这个两年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轮調 那你有可能可以到德国去总部来培训 而且他这个公司强调说 其实就像刚刚一文讲 因为他有太多的产业了 如果说你想要转换跑道的话 你是可以内转的 而且这样子的话你的年资啊年价这些 通通都还可以继续累积是还不错的 这是台湾的企业抢人才的一个方法啦 感觉真的不错喔 观众朋友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去搜寻看看相关的资料 好刚才我们讲到很多都是高龄社会之下 因为要人才的关系 那当然很多的这个高龄者就认为说 我不希望太早老啊 我想要返老还童 有没有这样子的技术呢 确实现在有喔 我们来看到科学家正在找一些关键 这个过去我们都知道说这个胚胎干细胞 它是可以分化成细胞 我们像我们生成一个人 就是从胚胎干细胞开始 那有科学家就想说 那我们是不是要从胚胎干细胞来生成 就变成说返老还童这个概念 但胚胎干细胞其实到一些伦灵 总不能把胚胎干细胞给杀死然后来培养 所以这个是不行的 那后来就有科学家不断在找他发现有一个叫做 诱导性多能干细胞叫做IPS 这是由山中众迷他所找到的 他甚至在2012年还获得了诺贝尔的医学奖 那这个跟胚胎干细胞就我们刚才说的有类似的再生能力 他可以再生成身体任何的器官细胞 诶这确实是很大的突破 那他们过去都会用病毒把它放在上面 然后再进到人类细胞 就有点像是这个疫苗的概念 有一点点像 但不是完全一样 那他们这一次就有一个辛克莱 他是哈佛分子的生物学家 他当然也不断在研究 他们就说利用无害的病毒搭载这个IPS 就放进老鼠里头 这个老鼠是衰老失明的 所以就已经很老化了 就他居然可以再造这个老鼠的视觉神经 然后让他重新看得见 对 长出一个新的图轴 然后连接讯息到大脑 所以他就认为说 这算是开启了这个生命重启的按钮 这应该未来可以用在这个人体的技术上面 所以大家也觉得说 这确实是一个不错的这个进步啦 未来是不是我们就有可能返老还童呢 跟老鼠一样 对 但还没有办法有这个技术之前 我们当然就想说 有没有一些吃什么可以能够返老还童呢 好 那吃什么 当然很多这个长者比我们是更有概念 因为大家都很养生嘛 但不少人认为说 哎 葡萄籽其实蛮好的 它其实这个叫做原花青素C1 它可以高效安全地清除衰老的细胞 但是很多人说 那我就直接吃这个葡萄籽就好 可是这个PCC1是要用萃取出的 我还没有办法直接吃啦 那说这个衰老小老鼠 又是用小老鼠来做实验 用了这之后发现它延长了健康的中胃寿命64.2% 也可以抑制肿瘤的发展 那当然这加了化学药之后也说 哎 对于肿瘤的杀伤力有加倍 不过他们也说 在里头有找到这个叫做胡皮素 它说这叫做反老药 但是它也有一些副作用 包含贫血跟血小板低下 所以很多人就说 确实有些东西是可以让你更好 但是也有一些后座力的反噬啊 就看科学家要怎么样让这个副作用 可以稍微再减缓一点 所以这就是一直为什么都没有一个 可以真的反老还童 所以说刚刚我们节目最初说的 这个医美可能还比较有点效果 好 那当然我们还要再聊到一个 就是断气之后 就在美国研究认为说 人类其实对眼睛还是有点反应 人类在死亡了五个小时内 那眼睛还会受到光线的刺激 它这个黄斑部细胞 还有在恢复运作 它对这个光暗跟色彩 其实是有感觉 反应的 但问题是 人类的脑子已经停止运作 已经关机了 你也不知道它看到什么 或许有人之后会做一个研究 就是可能把它戳进大脑里头 看看它有没有其他 能不能看到真的死后的世界 对对对 它是不是还真的有反应 确实这个人类还是蛮奥妙的啦 就是你确实你已经死亡了 但你可能有些器官还是不断的在运作 慢慢慢慢才终止 好 这就是这一节的国际plus谈全球 希望你喜欢 请支持TVS国际plus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